对挂在《易经》中代表湖,象征着愉悦、开放和善良的交流。 在一个名为月湖的小村庄,住着一位年轻的女孩,名叫丽挪。 丽挪以其开朗和善良而闻名于林里,她总是能用她的话语和笑容为人们带来快乐。 然而,村庄的和谐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打破,月湖的水位急剧下降,村民们开始感到焦虑和不安。 丽挪决定采取行动,用她的积极态度来鼓舞村民。 她开始组织村民,共同努力寻找水源,并用她的乐观精神鼓励大家。 在她的带领下,村民们共同挖掘了一个新的井,终于发现了丰富的水源。 这不仅解决了村庄的干旱问题,也使村民们的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 丽挪的行为让她在村庄里受到了更多的爱戴和尊敬。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在困难时期,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也能带来改变和希望。 对挂的故事告诉我们,生活中的愉悦和开放不仅能带来个人的快乐, 还能在困难时刻成为团结和共同克服挑战的力量。 正如利罗所展示的那样,保持乐观和善良的心态,能够积极影响周围的人, 并在艰难时刻为社区带来希望和力量。